但是我想回过来说 你家里尽管有遗传 但是有没有别的原因 导致你吃的这么多 然后那这家里 就是我父母就是离婚了 然后我就遭受的 感觉打击挺大的 离婚闹得挺凶吗 对 特别凶 闹了多久 闹了得有持续一年多 一年多 对 你16的时候300亿 你这样的身材 在朋友和同学的眼中 一定受到过大家的嘲讽吧 就是平常是 就是基本每天都有 像就是我上山 周六我上山去玩 因为它是一个这么宽的 那个楼梯嘛 然后往山上爬 我爬爬 它跟我旁边过的时候 它就说 就说肥主也来爬山的 就是这样 那你因为这个 会跟别人发生过冲突吗 不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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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哎呀 啥也不说了 先给个掌声 是因为你减肥成功 他们复婚的吗 占 占了多少 占了50%以上 我爸爸那边也是 随着时间推移嘛 他也会想自己 想我 男人有的时候就是怕什么的 好面子 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 放不下这个面子 所以回到一些问题上 我觉得小叶刚才的眼泪 是有价值的 对于我们过往所做的事情 应该放长远看 更重要的是要看 最大的受益者 是否是我们的孩子 如果孩子是最大的 受害者的话 那么真的应该 赶紧止损 停止一切 对孩子的伤害 你今天要不要 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跟远在宇宙中心的 爸爸妈妈说几句 就是我感觉两个人 像我爸我妈他俩 一旦选择在一起呢 就好好的就行 那对你自己 有什么想说的 你自己说的就是 少试点 健肥太难了 挺幽默的一小伙子 他说他就是个活宝 活宝的一面 这一刻 活宝的这一面出来了 说说健身吧 今天来找这个 健身教练的工作 对 你是从减肥的受益者 转入到了这个行业当中 对 所以你有教练证书了 有 这个 我想替曹妍问一个问题 你走上健身教练的这条路 你是希望自己变得更好 更优秀 过上和以前不一样的生活 还是说另外一种 为更多的 曾经和你有同样肥胖 遭遇和困扰的人 帮助他们 变成更好的自己 我两点肯定希望都有 都有 哪一个更多一些 哪一个更多 第二 第二者更多一些 为别人 第二者更多 因为你自己亲身体验了 受益者 对 体验了运动改变生活 真的是 因为我感觉就是 如果要是我 去帮助一些大体重的人群 去的话会更好一点 因为心理上是很多 就是肥胖患者的一个 重大的难关 是吧 我接下来啊 就想问问杨哲 除了健身教练 别的领域的和运动相关的 你考不考虑 我说这话 曹妍可能有点中眉头 因为他有一个竞争对手 你比如说这个篮球领域的 运动方面的 我会考虑 因为我想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学习 期望薪酬 我看写的是四千五 这是底薪是吗 还是综合薪酬 综合吧 综合 好 来吧 接下来我们看看 十二位企业家 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好 好